What's up everyone, I'm Brandy 好啦,今天就是星期六 就是我放假的日子 今天就是打算去Ossington 去找一間叫135的咖啡店 打算去探索 Toronto這個地方 究竟有什麼可以去 在這段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任何新的影片了 我們現在馬上去 Let's go Mmmmmm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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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ot me shaking Yeah, i feel the fever coming on Boy, you know, you're all I want Keep saying that I know you're all I want I don't know, I'm getting Watch me come underground 刚刚我差点就上不了这班车 稍后下车再录给大家看 哇 这里这么漂亮 神经病 哇 很舒服 因为本来我常常放假 星期六天我都没有外出的意欲 我常常觉得星期六天出街会有很多人 好像在香港那样 外出又要一个人 因为不是很习惯自己一个人出街 所以一直都没有这个一个人出街的意欲 但这里真的很舒服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后面是一个交易公园 不是很尖的形容 完全是我想去休息一下地方 超级正 哇 前面还有很漂亮的东西 就是这里了 超级漂亮 谢谢 让我拍张照给美美看 因为美美现在上班了 那我就自己去了这个草地 那里休息一下 说回刚刚的正题 我就打算去咖啡店 但是后来看到这个 这么舒服的环境 我就打算在这里走一会 之后再去咖啡店 那里坐 因为我打算坐了一个多两个小时 现在这么好天气 之后又有太阳 是很难得的 因为前排 现在突然下大雪 但我以为是春天 又经常下雨 感觉上好像去了英国那种感觉 又湿 正在转季 等着它转季 但它有时转一下 又会转回上一个季节 所以这里是很奇怪 今天很好天 又撞正 我放假 真的超级正 哇 前面有一个 哇 凹了的位置 这么特别的 哇 如果将来养一只狗 我一定会在这里放下它 因为我和美美 想将来养一只狗 如果有钱的话 想去上高登 Retriever 因为很可爱 超级正 这里 常常放假都是在家 自从上班 就会变成生活 就是上班 下班 就是在家休息两天 之后就继续上班 又不是说不舒服的 好像没有去探索这个城市 究竟它有什么美好的地方 或者一些很美好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因为上班 都是回了很短时间 哇 它们很青春 在打那些 不知道什么球 哇 这里还有些 跳舞的场 棒球 好 What the... 那么舒服吗 这里真的超级大 这里超级舒服 可以说走完这段路 就已经完结了这个公园 但谁知道公园越走越大 我也是跟着它这个路走 但是不知为什么走一下 它又会继续延伸下去 如果有个公园 哇 因为有些人在这里 野餐 不是很野餐 有一张桌 在这里 超级大 在这里 超级舒服 如果放假 在这里放下狗 真的很舒服 对啊 我就发觉自己 好像太过泥山 太过上班 而且我最近 都不太知道自己 想拍什么 是脑子运作不了 哇 它有个球队过来 我帮它打回去 Hey man 它这里还有一些 羽毛球场 还是网球场 似是网球场 哇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部分 是什么 可以留言告诉我 因为我完全没有计划 的情况下 我完全不打算走到这里 我打算去找一间咖啡店 点对点 就可以了 谁知道 今天遇到 一个这么漂亮 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舒服的地方 令到我 真的心狂神异 现在我还在走 我已经不知道走到哪 自从到了 Street Car的站 我就已经没有搜寻 Google Map 就在那里走 其实我以前去旅行 我之前都试过一个人 去大阪东京 都是自己去一个地方 之后就不会搜寻 Google Map 之后就在那里走 就走到哪里 看到哪里 完全是没有目的地去旅行 但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方法 因为我自己来到这里 其实都没什么怎么去过街 又没什么去上网找 眼见上面的娱乐 都是只有公园 或者一些很大自然的东西 其实往往这种简单才是最好的 不过 这边真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 下次再带美美过来 我和他可能要再过一个星期 才会一起放假 那我现在就终于走到这个公园的边边了 好棒啊 我也想买个电动物板在那里玩 想踩板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条大直路 想着走回一开始我下的地点 这里还有一些公园 好像我看Netflix那些 Netflix好像没有这些画面 但是就很简单的公园 但是已经很足够了 对了 那其实我现在呢 要去一间咖啡店 就是叫 135 Oxington 但是我咖啡店的管理 说他介绍我来这里 因为他说那间咖啡店 是超级好喝 超级出名 那我见今天这么好天 那我就 在那里 试一下是什么感觉 我真的见他说这么好喝 我才去的 因为我经常上班喝咖啡 已经喝到有些少少 已经不太想再喝咖啡了 好 我现在去一去那间咖啡店 Let's go 我已经见到櫻花了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櫻花 但是这些像是未开的 这些像种子 这个地方呢 才有这个櫻花 那我现在呢 就去喝咖啡了 喝完咖啡 再来这里 坐一下 chill一下 就是一天 recommend 吃咖啡店 好可愛喔 我就來到Ossington Street 超級多人在這裡 而且很舒服 多人來也不是很擠迫 大家都有空間感 好可愛喔 我見過一個很大的小狗 這裡超級多東西走 超級多咖啡店 好像一些文化區之類的東西 其實都挺適合自己一個人走的 為什麼經常不出街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有點怕一個人出街的感覺 但好像聽人家說 因為Toronto和美國的New York City 其實很相似 都是很繁華 都是追求 career path 而且人們都習慣了一個人出去逛街 因為我上班咖啡店的管理 有跟我說過 他說Toronto是超級適合一個人逛街 或者去生活 可能因為都是一個大城市 那我現在就剛剛走錯路 是超級多人 超級多東西走 剛剛我不是拍攝了一間咖啡店 原來就是我去那間 好 到了我的目的地了 那我現在這個後面這間 就是那間135的咖啡店 那我現在就去點杯飲品 之後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坐 因為它也是用take a way cup 那我現在就進去 好 我現在就試一下咖啡 它喝下去很smooth 是真的挺好喝的 是啦 那我剛剛就喝完咖啡 那個環境很棒 很舒服 5分的麵畫 5分 超級棒 應該還有很多咖啡店 都是很好 那我可能日後都會多探望 這次拍這段影片 其實都令到我覺得自己 很多感受 我來到這裡 兩個多月 住上班 下班 下班 就算放假都是累 或者不想外出 或者忘記了我來這裡的原因 因為其實來這裡 很大部分程度都是因為 環境是令到你更加有生活 但是我來到這裡就有用香港模式 去那裡生活 不應該這樣 我自己覺得 原來加拿大是有這麼多東西 因為我坐在咖啡店 其實看到很多東西 很多人的衣著 溝通 所有的感覺 令到我覺得這個城市很有活力 跟我想像中的Toronto有些不同 因為本身想像中的Toronto是比較悶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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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空就有空就去公園 在它的草地 但是後來發現原來 其實都可以是 很多東西去看 很多東西去了解 去學 這次這個Vlog 真的不是單單一個Vlog 那麼簡單 但是實際是將我的人 復活了 令到我覺得自己還活著 很喜歡這個城市 那麼我日後 都希望自己 可以記住這個感覺 就去找這個Toronto 一個優惠的地方 Toronto is a beautiful city 累了 那麼累又令到我想不到 拍什麼給大家看 那麼其實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不過大家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解決了這個心理障礙 一來沒想過有那麼多人去支持我和美美 那我也很感謝你們支持我們 那我也會努力 拍更多的影片給大家看 是的 繼續分享我們的Live給大家看 其實真的很大感觸 一坐在咖啡店 自己在想 我們兩個人來到這裡 之後什麼都不認識 上班在香港也不是很多 之後在香港租屋都沒有自我租的 因為香港沒有想過租屋這個位 所有東西都是第一次的 所以好像模擬人生的遊戲一樣 很開心自己 很踏出這一步來到這裡 踏出家裡的門口 雖然家裡也真的很舒服 但是踏出了家裡的門口 就令到我體驗到更多Toronto的文化 我覺得這個真是大於所有東西 人們都是說加拿大很悶 我覺得悶不悶處於你生活的方式 例如我自己為例的話 我自己會跳舞 去拍YouTube 或者我需要的物質的東西不是很多 所以來到這裡就是有更加多自己的時間 之後去生活 而我自己喜歡簡單的生活 因為簡單其實看上去很容易 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簡單才是最難的 所以我覺得簡單的東西就是最好 一直都是這樣覺得的 為什麼說Toronto是美麗的城市 因為它很簡單 人也很簡單 文化也很簡單 每個人都有空間感 大家的距離 但是又不會很遠 真的有很大的感受 有時間做自己的事其實已經很足夠 又不是追求什麼名利 都是最重要是開心 這樣才是生活 做什麼都好 最重要是開心 然後會再當下 我喜歡Toronto 非常好 可能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拍YouTube 或者單人跳舞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生活模式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鐘 這樣就不會錯任何新的影片 好啦 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確認錯了 我的人也很冷靜 在這段影片 不一創意 我喜歡 Bright 我喜歡 不及 有 確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